好 回到节目当中 对于整个政策概念股的一个部分 一直都是我们全能高手 能够掌握的一个主轴 而且政策就在你的身边 而且我要先跟各位来讲一件事 刚才冠军认识的法人 跟我认识的法人好像不太一样 那有些法人真的在这个习惯性的 到了这个圣诞节该休假的休假 甚至我们自己很多 包含同业家也好 或是现在正在观赏我们节目的散户朋友也好 都觉得说 要分奖金 25号的时候就准备要跨年了 哪有那么紧张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 今年有一个圣诞老公公 一位犹太来的圣诞老公公 很认真 叫做基辛格 各位没有发觉一件事 12月25号到31号 所有的大厂里面 基辛格老板的新闻是最多的 一下子跟我们联电合作 一下子说我要超越台积电 一下子又说我现在的AIPC 要赶快努力来做出更新的一个花样 所以他不休假 大家就很难休了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这一次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 在最近这几天当中会觉得 其实有人就是这样 跟明月报告 那你家隔壁那块地 你都觉得不会涨 就像宏基会涨 每天跟你讲 结果大家不买宏基 不敢相信 华硕可以涨 会嘎空 没人理你 结果涨华硕 结果大家眼睛在那边看 放心 继续看股市现场 接下来就是你的机会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OTC指数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 OTC指数呢 反而在25号的前后啊 先行拉回来做了一次整理 现在有人帮你开了一条大路 不管是我们国内 比较几个大型的股票 那么仁宝啊 宏基啊 华硕 甚至大力光 连发科都已经先冲上去了 刚才汉伟有提醒大家 涨多的股票 你先休息一下 但是还没涨上来的股票 往上这么一笔 所以我直接跟各位讲 我那种圆月效应的时候 会有很多啊 类似像风群概念股也好 或中小型股也好 大家锁定 那谁会先冲出来呢 我觉得今天呢 把这个所谓有关电力 未来的一个展望 顺便啊 因为到了元月份初期 最重要是什么 就跟选举有关了 台股电力公司是不是 而且不但是电力公司 我们大家每个人要有电 连总统候选人都要很有电啊 所以这次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总统候选人现在开始在 边论有关电的方式 我们觉得这个方式是对的 因为是国家长远政策 所以原则上短线上面稍微注意到这件事 30.6元附近台币可能会有一点震荡 所以该换出国的钱的人去抓这个价位 我相信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因为接下来各位看 刚才看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间下影线跑出来了 如果各位去看一下底下一个乖离率的话 那么既乖离应该是来到接近5%的一个情况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假如今天从乖离到这个地方 或是央行在这个所谓涨幅太大的时候 稍微会去动一下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不要去挑战30.6的价位 所以为什么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说 没关系我们在1万8之前稍微先停一下 等到明年咻过1万8的时候 每个人会更开心 我想是就整个台币跟指数是这样看的 那我们怎么去选股票呢 各位注意 政策概念股 往往是在这个地方会先行表态 尤其是今天大家都讨论到华城了 那我们今天讨论另外一档股票 跟政策更有相关的 叫1514的亚历 是在这边排名第三名的 那为什么要从亚历介绍呢 因为他所显示出来的利多 就是未来重电概念股 大家都有机会的 第一个各位看一下 台中昨天卢秀燕市长告诉 台积电要设厂了 高雄男子也要设五个厂 请问台积电不断设厂的话 台积电周边包含了这个不断电系统 还有将来可能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刚才说过 还是有外资在休假 外资回来要买什么 没人买了 所以台积电最近还没有大涨 我认为台积电这一买下去的时候 周边设备还有电力概念 第二件事情大家就想到一件事 我想我们在股市现场讲的不下十次了 只要台湾的电力全部都卖给绿电 全部卖给台积电 也不够用 所以原则上来讲 我们本来就要继续发电 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各位看印度东南亚 现在也要进军AI 大家在想说印度你怎么进军AI 不好意思讲 到了黄昏的时候 连煮饭的电锅都会跳起来 很多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 我相信我们台湾包含了亚历也好 包含各位看到这些3617的溯天也好 去到那边的时候 都很受到欢迎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将来 很有机会可以发展的道路 那么连电跟英大尔合作 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都是晶圆代工 这些是不是都是他的客户呢 所以我认为这个月营收 他现在在成长的过程上 这个月甚至到下个月都还有机会往上走 特别是台积链在设厂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亚历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今天华城当然了 因为大家现在都以华城作为一个 嘎空指标 等一下我们再筹码面会讲 他这个劝资比那么高 今天我们会缩涨停 假如明天华城继续往上涨的时候 甚至由亚历来做接棒的时候 那么去挑战前面的高点 我认为这次在所谓的17,900点或18,000点以上 那么电力概念股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 各位可以从这个角度先行来做一个观察 重电股呢 那我能够介绍的 包含华城包含中心内 各位就自己去看了 第二个呢 很久没涨的电力概念股 这次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反正不管哪一档 他们都说绿电是一定要的 这个地方是要先讲这句话了 那么台南海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台湾最大的绿能350MW这么大的一个产能 南科半数都是他的客户了 刚才不要忘记 说高雄这个地方台积电又要设厂 绿能沙伦城 离他本身来讲的话是最近的一个 还有快速的道路直接来做运输 最重要是他今年前三季的EBS3.53元 不要说这个3.53元是业外 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走势 那么目前的股价大概30几块钱 哇3.53元本利比才10倍 各位大家会觉得说 大概有一块半是从越南来的 刚才不是跟各位提到了 越南现在非常需要绿电 越南现在跟谁合作 跟谁 黄仁勋 黄仁勋说要去那边 怎么不能说黄仁勋 我们来做血汗工厂 来做污染工厂 不可能嘛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他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提过了 那么硕天跟亚利都已经去印度 他已经去了越南 所以我们再稍微再把它浓缩一下 各位发觉一件事情 这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说实话 沈家也就是他们的大老板 基本上股票比较多 所以股价是比较安静的 那会不会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反而经过一个压缩之后 有机会来做一个接棒 因为其他涨的都算比较多一点点 大家要追的时候也要稍微小心 但是我对于 不管是华城也好 亚利也好 在网上再做一波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选前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都在加油 这个时候应该会有相当的一个气氛 第三个我们再往下来看 速度上快一点点可能会来不及 二三七的大同 那大同其实呢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大概股权的纷争也都结束了 而且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还是在打底 那么台电强任电网计划呢 基本上它已经飙下两年 但是呢 它号称说未来的十年都会有受惠 各位去看看一下 它还抢攻哪里 印尼啊 所以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台湾将来会成为这个绿能里面 相当重要的一个领导者 那么这边形成一个 所谓头肩底的一个态势呢 在42块附近 哎呦 华晨都涨到上面来了 有机会在这个后面 慢慢地补 大家只要在这后面 找到这种 可以地补上去的股票 都有机会了 那永威投控来讲的话 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控股是 深微能源跟四风电力 最近永威投控的 股价震动比较大 为什么呢 各位去注意一下 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前三计算1.17元 股价是37块 深微各位来看一下 深微是它底下控股公司 深微的股价是多少钱 深微的股价是100多块钱 深微前三计也是1.17元 这个账到底怎么算的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原则上来讲的话 既然两个都是 郑威旗下的公司 难怪上一次突然间 永威突然间飙上来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假如永威跟深约中间的话 或许还是以永威 慢慢达完底部之后 来做一个布局 比较有机会了 所以光电力方面呢 今天就可以让各位 觉得相当不错 然后呢 接下来电源管理IC 我们先讲电源管理IC 那它是一个标准的 不管是从电脑 到你手上的笔电的 电源管理工厂 广泛用力在电脑里面 那么这地方 它还做一个库长股 股价 各位自己看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一下下 后面这个系列 看到股价现在创新高 我们再直接用念的 6799的来节看一下 是不是也创新高 电源管理IC 昨天3588的通家 各位看一下 3588通家更有感觉 昨天的通家 但是今天一样创新高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 大家创新高休息一下 如果连续创新高的话 就可能变成卖方了 创新高之后有休息的话 拉回到五日均线 大家要特别留意 这叫什么 快充啊 所以有一档 我没有跟各位介绍 但是我基本上 我希望各位 朝这个所谓的 电源管理IC上面去 那么6243的训捷 我没有介绍 那为什么去没有介绍 因为他现在放在神盾集团里面 跟着他们去涨跌 但是他回到75块钱的附近的时候 你去看他的本益比 就基本上来讲的话 跟通家就很接近 第二个部分 他们在做什么 快速充电 那么等到AI一旦上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哎呀 我们汉伟先生 看到AI好喜欢 买下来 上AI 看我在那边羡慕 结果羡慕他45分钟之后 没电了 就会是这种情况 所以将来的话 快充 还有电源管理IC这个部分 将会成为这个所谓AI里面 第一个先行需要的部分 第二个 你要做这么多的伺服器 这么多的AI工厂 从这个所谓的Cowars 一路做下来之后 基础电力能源 这个季辛格讲得很清楚 你那个国家的基础 基础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写了一个这么大的电字 让各位去寻找这相关性质的股票 光是这个电力概念股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元月份的时候 因为没有电 什么都不用谈 大家讲那么多电脑 没有电 什么都不用讲 所以电力概念股 很可能是元月效应里面 先行点火的股票 我认为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先行抓到 明年 如果能够一开始就先上涨的话 比较有那个 士气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兴奋一些的 好所以电这件事情也绝对不是只是台湾总统候选人辩论的一个重点 应该是全球所有领导人目前必须见及履及来面对的一个问题 台股电力公司持续发热发烫 那我们留在稍后回来 来看看到底这些主动基金被动基金 今年交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换股动作 待会告诉你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